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书,是一部由迪丽热吧,高伟光主演的爱情奇幻古装剧。 剧情讲述的是,星秋地基白凤九追求东华帝君两人爱情历经重重磨难,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凤九的故事回味一下吧。 今天是我的冰藏之礼,我知道但也并不紧张,我认为我完全能够胜任。 当我有点被动时,我发现幻影语真是分不清。 我就想起你在范英谷,叫我在雪庄练习时用丝带蒙上眼睛,于是我就蒙上眼睛,用心去听。 很快我就找到了规律,成功完成,我正开心,突然捏出银来挑战。 他要我清救一个承诺,我怎能答应他呢? 可是我却败了。 好沮丧,也觉得很丢脸。 家里长辈都无可奈何,都怪我这些年没有好好修行,也没有好好用功,现在记不如人。 现在清秋和帝君的脸都被我给丢尽了,我该怎么办呢? 我茫然地站在中央,不知如何是好。 聂初银又明显带着胜利的语气,要清秋的承诺,长辈们也正不知所措。 这是连宋殿下起来提议,让我的王夫和聂初银切磋一下,所有的人都很诧异。 我抬头看你的位置也已空缺,我心中像15只吊筒7上8下,该如何是好。 这时只见你抱着剑走来悠悠地说,抱歉,我去磨了个剑,可以开打了吗? 你看聂初银的脸一下就黑了,他说他和你插了一个洪荒呢,怎么算是同辈。 你却说我是你的帝后,既然他同我是平辈,那么他同你自然也是平辈了。 这让我的心力既甜蜜又难过,甜蜜的是为了我,你自降身份。 像四海八荒公然宣布你是我的夫君,承认了我是你的帝后,难过的是自己真的没用。 又让你替我出头,这是我不想看到的。 我都希望自己能够解决,当初你在范英谷那样用心地训练我,教我。 可没想到我还是太衰了,还是输了。 可是你却过来安慰我说,知道你会输,没关系,不用觉得给你丢脸。 我只能够弱弱地回了一句,怎么会就输了呢? 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,你并不觉得我给你丢人,你还是向着我的,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。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甜蜜,看着你只一招就将聂初银制服,我真是太开心了。 原来被人保护的感觉还是很爽的。 我看着爷爷和爹爹一脸疑惑的表情,心智不好,却又无可奈何。 只能过了眼前这一关,再接受他们的责罚吧。 你居然还夸我做得很好。 突然觉得将你拉入我的怀抱,是多么明智的选择。 如果不是我一直这么努力,今天的局面我又将如何面对? 看来我的眼光还是真的不错。 最主要的是,你愿意被我连累,你愿意为我护航。 并且真的当着四海八荒的神仙,承认了我就是你的帝后。 你先前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我终于等到了你,原来你的温柔真的真的只是为我一个人,你当着那么多人给我擦汗,还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。 我是又害羞又幸福。 我都不知道该这么形容我现在的心情。 这个冰冷冷的帝君在对我时候怎么也这样不避嫌。 这还在大庭广众之下,就这样秀恩爱也着实让人有点不太适应了。 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,沉浸在这幸福之中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